浩天 有事 浩天 你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 不说得忧愁 好了 这里不会看他说人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先不要再哭了 你这样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了 杨真真 你想抢走我爸爸 那我就抢走你的男朋友 想过放手的念头 太过爱你爱得自己心回头 太过恨你恨你不容 浩天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委屈 或者受到了什么伤害 但我带你来这里 真的很单纯 只是想让你平静下来 我并没有别的想法 如果我的行为让你误会的地方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但是你知道 我已经有珍珍了 珍珍珍珍 为什么又是珍珍 为什么全世界的男人 都被他迷得团团转 有杀你娘去哪里啊 你既然拒绝了 我还管我干吗 我爸爸现在为了杨真真的妈妈 不要我们了 连你也护着杨真真 这世间还有天理吗 还有 你刚才什么态度 什么表情 我下有声有那么可怕吗 你现在一个个都变成这样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我的面团 我太过爱你 我知道了 你可能现在心里有很多委屈 你知道吗 我爸认识珍珍的妈妈 自从咱们两个人见面之后 爸爸整个人都改变了 这个家也毁了 不然你以为我爸爸为什么要为珍珍成立一个新的设计部门呢 他才来幸福地产几天啊 昂天 如果我爸妈因为这件事离婚的话 那幸福地产就毁了 我要怎么办 昂天 昂天 别担心 有些事情不像你想象那么严重 我去帮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吧 更何况 董事长这么爱她的夫人 应该不会背叛她的 别哭了 我的心情真的很糟 我现在真的不想回家 爱过爱你做没有什么爱的感觉 不然这样 我开车带你出去兜兜风 你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有人说 软弱就是最大的武器 果然没错 杨珍珍 我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好 友善小姐 你确定这么做吗 你一旦这么做的话 第一个受伤的 就是夫人 你以为我妈不知道 就不会伤心了吗 遮掩事实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 但是 所以不用再说了 后果我都已经想好了 妈妈要知道整件事 夏家会牵扯很大的风波 包括幸福地产 整个事业的发展 都会受到影响和冲击 那我能怎么办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揭开这件事 让爸证实这个问题 让杨珍珍离开幸福地产 才能还我们一片平静 是 你也看到了 包围了那个卖鸡肉饭的女人 有多忙碌 她昨天都快忘了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已经快要把那个杨珍珍当成她的亲生女儿了 你让我怎么忍受 天美狐狸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管 我要是在不管的话 谁来维持这个家呢 照我说的去做 拿去吧 嗯 算了 我自己来处理 一 二 三 四 二 等一下啊 五 六 七 八 干嘛 是友善的 来来来 快进来 我正在学跳舞呢 这么有雅兴啊 干嘛 我给您带了好多吃的 你说你这孩子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礼物啊 你看看 这不是鲍鱼吗 这么贵的东西啊 还有一事 你说你这孩子 花了多少钱 干嘛 这些都是烹调好的 马上就可以吃了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是香港最著名的大厨 亲自烹调的 我来给你切 别别别 那怎么敢呢 这样吧 你呢 在屋里歇会儿我去弄 好吧 这些肯定是浩天平常爱看的书吧 把这些记下来 把这些记下来 以后就知道拿什么话题跟浩天聊了 有事儿呢 没事没事 有喜欢看的书啊就尽管随便拿 我们家浩天啊 没有什么别的兴趣 就是喜欢看书 偶尔啊 他也喜欢打打网球 打网球 是啊 你还真学打网球呢 真的啊 要不我说呢 你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 干嘛 还不止这些呢 你看这本书 先知 我每天晚上睡前 都要读好几页呢 真的呀 对了 我给浩天打个电话啊 是吧 伯母 妈 你回来了